就是普通的中层领导没有必要这样啊 一点不谦虚 今天呢是我们德云酒队的全体阵容 是啊 你先等会儿吧 就德云酒队还没来呢 还没来呢 比较高兴 看见天津的朋友啊 演员打心里就高兴 回家了 我们师父也说了 能到回到天津呢 能举办一家德云社多少年的愿望 咱们能作为这个开业期间的演员啊 必须得拿出最好的状态 给大家带来呢 最好的相声 对 刚才那一场说的也不错 叫做学牙语 没错 一个叫秦肖贤 捧个那位呢叫何九华 两位 让那二位老师下去稍作休息 休息一会儿 又给您换上来了 到我演出了 回到天津您也高兴 回家了吗 我们都是跟着师父回家 他这天津属于是他的家乡 确实回家了 哪人 天津人 天津人 北辰区 对 离这稍微有一点距离 还行吧 不是特别远 挺好的 回到家演出啊 九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是是是 看见家乡的这个 一时父母 更激动 那可不 怎么之前不还是大背头 现在怎么这样的 这不是直了一点发吗 这不是 直哪去了 直这两边啊 又上当了 又上当了吧 兄弟 还行 还行 怎么没有什么效果 这脱落漆嘛 现在是 又脱落漆 人九龙确实 比较注意自身的形象 应该这样 因为什么呢 家境也特别好 家境好 家境优越 是 乐意在自己身上 投资一些 倒是倒是 家里环境都不错 还可以吧 我跟他们家特别熟 特别熟 我们两家关系都好 没错 那可以称得上是 富一辈子一辈的交求 这什么意思呀 不光我们哥俩关系好 往上倒一辈 家里头 就这么说吧 我爸爸跟他爸爸 好哥们儿近 他爸爸跟我爸爸 北京话那叫慈气 对慈气 关系特别的好 就是好到什么程度呢 什么程度呢 他爸爸有三天 看不见我爸爸 怎么样 就得堵着我们家门口 喊我爸爸 喊他爸爸 您叫细品 喊你爸爸像话吗 老哥俩说下棋 六公园关系好啊 没那么好 您这不占便宜吗 您这话 这不是富一辈吗 那子一辈呢 子一辈 现在我们哥俩说这话 还比较为时尚早 早了点 再过个十年二十年了 以后了 咱们就都有了下一代了 不用这小哥俩订 怎么着 咱就给订下来 必须得好 我儿子跟你儿子关系必须好 关系好 打死你儿子 我跟你说我儿子 揪你儿子的头发 我跟你说 你儿子上来就没头发你儿子 你甭管 你儿子从那个保育箱里出来 直接就直发你 去去去去去去 你儿子连太毛笔都做不了 太饿着了 没有太毛 就是我儿子 我儿子跟你儿子 那必须是好哥们儿 发小 你儿子跟我儿子关系 那就不能有错 是是是 这回上你们家去 上我们家 我儿子有三天要瞧瞧你儿子 怎么样 就得堵着你们家门口 喊你儿子 喊我儿子 像话 关系好啊 我这里外里都吃亏 关系不好也不能这么逗 人真讨厌 我对人九龙家里特别的了解 他熟悉家里祖祖辈辈 都是有钱人 是是 今天在座的朋友啊 你是五花八门什么行业都有 干嘛的都有 许您是有钱人 都是有钱人 要不没票啊 但是呢 您也会有烦恼 这都会有点啊烦心事 这个金钱不等于幸福 金钱跟幸福不挨着 当时他们家也有烦心事 我们家 那叫什么来着 叫才奇人不奇 什么叫才奇人不奇 就是他爸爸没有儿子 对 您品 斯蒂普斯蒂普斯蒂普 我爸爸没儿子 不是我爸爸没儿子 我打哪来的呀 我打哪来的 你打哪来 你问着我吗兄弟 咱俩的肤色也不像啊兄弟 没听说 不可能那会我也小 去去去去去去 我就比你大了两岁 我知道我废话 办不到办不到 你什么你都办 你说的我爸爸没儿子 我不问你我问谁呀 您啊您让我说完了呀 您倒说呀 你爸爸有你之前没有儿子 您这不废话吗 为什么这么说 啊 两点呀 哪两点 独生子 对我就一个 您行大 对 第二呢 老来得子 老来得子 这可不容易 他爸就他那年岁数不小了 多大了 就是七了 他妈是九十八 没有 还有两年的就免费医疗了 去 他要孩子 像话哪那么大呀 多大呀 我爸多多多 九十七吗 我爸太好强了吧 我爸 为了要他能活到二百岁 赶紧滚赶紧滚像话 五十一岁 五十一啊 五十一啊各位 在座的啊 您要是享福的 五十来岁 也能见着胳膊的了吧 那岁数就差不多了 你到他爸这 五十来岁了 还没有后辈儿孙呢 太着急 那心里能舒服吗 难受 给王老瘸子在家说实话 王老瘸子 你那会说会 您就别别 你说你爸不王老瘸子 王老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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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坐在家里的外院书房 家里有书房 仰天长叹 怎么说的呀 哎 人家是怎么了 怎么了 我是怎么了 我爸爸怎么了 想我王老鸡 我是红罐的凉茶 行了 他老鸡还家多宝呢还 你不九龙斋吗 这都是一套 这都是 那是什么 就王某某 想我王叉叉 王叉叉 王某某 我看那法制节目 一听某某不都叉叉吗 您别书面解释啊 王某人 王某人没毛病 想我王某人 王某人 一辈子修桥补路 吃斋念佛 对 我做尽了善事 做好事 我怎么就乏四无后呢 多难受啊 俗话说得好 不孝有三 对 无后为大 难道说 我就真的没有儿子了吗 多愁得慌了 没有儿子 哪怕让我夫人 给我怀个姑娘 小女孩也挺可爱 怀不上姑娘 让我夫人给我怀个泰迪 你起码 怀个金毛 我踹你我 怎么都盼出狗来了 盼子心切 那也不能盼狗啊 各位您绝想不到 老爷子作风 这么硬朗的一个人 一聊到子女的问题 鼻子一酸 哦 泪窝以前 怎么样 眼泪下了 我爸就哭了 华 这是尿了这是 谁哭华啊 好家伙呢 我不是想给老爷子 学的生动一些吗 没这事 字的还够远呢 是吧 滴答滴答滴答 我爸前来前不好 咱们还滴答滴答的 有点干去治去啊 那我哪知道 那是有不了我了 老爷子就哭了 老爷子你哭啊 有那个小丫鬟从外边经过 家里过去有丫鬟 扒着窗户就听见了 呦呦呦呦呦呦 怎么说话呢这是 他心里想没说出来 你可说出来的 老园外怎么一个人哭了 老园外 我不免到内宅禀报 安人得知 这个安人是 就是您母亲 我妈多规矩 园外安人 这是标准的称呼啊 对 到内宅就把他妈请出来了 请出来 我跟你说啊 就得是大户人家 怎么呢 四个丫鬟啊 伺候他母亲出门 四个 春梅辣梅 梅香秋菊 您听着名字 尤其这秋菊 他母亲贴身的丫鬟 现在话就是闺蜜 这姐俩关系好 打小一块长起来 你看看 当陪嫁似的 有打娘家嫁过来的 真好 就这么说吧 你爸出差不在家 怎么样 秋菊和你妈 一被窝睡觉 一被窝睡觉 就这么近会儿 秋菊赶紧出来了 我说妇人哪 那老玩意儿哭了 哎呀呀呀 行了行了 咱们俩的事儿 可能是漏了 这秋菊要这么说话 我妈早有我了 知道吗这个 还跟我妈一被窝睡觉还 我哪说错了吗 您就没说对过 您就 秋菊 我知道 你误会了 这是男的女 嗓子怎么那么粗 我说夫人干嘛 我可以解释 你说 我想一把 你现编呀 这个小图片还较真呢 你看 别废话 这个秋菊 秋菊嗓子怎么那么粗 闹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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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尘土一大了 烟烟上火 没有问题了吧 没有问题了吧 你也是 你也上火了 上火了 咱先不说嫂子这个事儿 怎么还捋胡子呢 怎么还 好家伙 连笔罗菜 谁捋胡子了 不是 女的有长胡子呢 你比划她捋胡子呢 在这 这个 捋头发 什么 捋头发 怎么捋的 就是 不是谁这么捋 怎么好家 这个秋菊的发行啊 很奇怪 什么样啊 秋菊啊 后边是齐刘海 前边刀肚脐眼 这怎么剪的这是 就是 披脸的长发 好家伙 我长见识了 披脸的长发 前面长发极度戏眼 这怎么没听说 不像话 这怎么不像话 这多吓人啊 多心潮啊 披脸的长发 家里这是来了客人了 跟人一打招呼 哟 你来了 都这样子吗 你来了 你甭管发型了 才来 你有这样的吗 可能秋菊就是贴身丫鬟 什么造型啊 嗓您稍微凑点 秋菊 秋菊在此 行了行了 缠着你母亲赶紧到了前院了 嗯 我跟你说啊 就得四个丫鬟 怎么呢 少了一个丫鬟 那王九龙他母亲 连门都出不了 身子沉 没腿 没腿 有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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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条真腿 一条假腿 不是那是怎么着 两条真腿 罢了 咱就定死了啊 定死了 两条真腿 真腿 两条前腿 是真的 你妈四条腿 那你说 几条真的几条假的 三条真的 没有 没有 没有假腿 他妈给你 蜘蛛了 没有假腿 反正伺候你母亲 就到了前院书房 掺出去了 你妈一看 哎呦 老爷真哭了 赶紧把人轰走 回手把门插上 要跟你爸聊聊天 再说会儿话 我说 圆外 平日 欢天喜地 今日为何 愁眉 不眨 这是问问我爸 你爸还说话了 他怎么说的 夫人呐 我这不是有点难受吗 你怎么了 你滚一个 还踢上了怎么还 怎么你呢 不是 我妈这么高 对啊 你妈是高点 我爸这么矮 薛薇矮一点 这是薛薇 对 这就对了 难怪没孩子 这有不了孩子 这俩配套吗 这俩 这怎么生啊 这个 不是 你没明白 太难为我爸了 不是 不是 是 我可以解释 我可以解释 你妈 你妈刚进屋吗 你妈刚进屋 是站着的 你爸在书房看书 在自己书房上 是坐着的 你没说清楚吧 你没明白 我一站着一坐着 对 你妈是 你爸在屋里坐着呢 那我就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我明白了 我爸 我说你爸在屋里坐着呢 是啊 我爸坐着 你爸在屋里坐着呢 你爸这不在屋里坐着呢 行了行了 我跟你听 行了 行了 我杀了 你记住了啊 你爸爸在坐着呢 你爸爸在坐着呢 你爷爷还叫好呢 你有毛病 你有毛病 就是一进屋老两口的 我这么聊天 就是平时了 都站起来 咱不在这多胡闹 坐着都是你爸爸 找不回来 我说老圆外 我搬把椅子去 平日 您回来 多尴尬 平日欢天喜地 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 咱不说一遍了吗 他爸说了 一琢磨就养我孩子事儿大 是 这点事儿难道还不明白吗 也搭上心里有火 对 一直你母亲呢 就骂上了 怎么骂的呀 我说我安蠢呐 安蠢呐 安蠢呐 那是什么 安人 我说印第安人呐 印第安人干嘛呀 那到底是 我妈是印第安人 一人的意思 我妈脑上插根羽毛 手里男大根枪 穿个小小裙子 还都这样是不是 是不是 正好跟气候局打招 你来 这不像话 不像话 我说安人呐 就是安人 我来问你 我把你娶到我的洞中 有多少年了 我妈是妖怪 您看见了 我妈是妖怪 我妈 你这声都快传到北城去了 你带了什么 像我去你的吧 我 真的娶入洞 大宅门不都是什么 娶过门来 没有妖怪 娶过门来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有三千来年了 还是妖怪 还是妖怪 没有妖怪 哪那么些年呀 那是三多少 三十余年 有三十余年了 嗯 张婉 怎么 这三十余年 你为我生下一儿 有吗 有有有有有 我妈是扯娘们儿 我妈是 养下一女 好 家伙 那你慢着点 没有那么大甩劲 改张花洒了 我这 我儿无女 我要你 何用这话说 各位 这话够很大 那是 打人不打脸 骂人别接短 哪能提这个呀 当时她妈也急了 是 呦 怎么着 公公在世 骂我不生 婆婆在世 她说我不养 不生不养 那是我的事吗 嗯 那是你们老王家的德行 您也别那么说 别看在你们家没养过 嗯 在娘家当姑娘 没少养过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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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小狗 咱别大喘气 行不行 要想有孩子 嗯 拜佛烧香 你得拴娃娃 点提了 什么叫拴娃娃呀 这您没跟你讲过吗 不清楚 就是我是打北京来了啊 这事发生在北京 拴娃娃 北京的周边啊 有一家庙峰山 庙峰山 上面有一娘娘庙 就跟咱们这个 这个古文化街 天后宫 对对对 过去来说 人们都乐意 这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是是 没有孩子 上那拴个泥娃娃回来 实际上都封建迷信 那都过去 他把也听 对啊 我得拴娃娃去 拴娃娃 为了您可不容易 怎么 拜访了祖国四大名山 哪四大名山 武夷山 武夷山 为我 武台山 为我 翠平山 为我 八宝山 为你 为你 为烧你那是 烧我叫 要孩子上八宝山干嘛 那我记得 北京往西边走 北京往西那叫 京西妙峰山 妙峰山 妙峰山 我查过这个资料啊 妙峰山四月初一开庙 四月初一了 他母亲二月中旬就开始准备 怎么那么早啊 因为什么 香火旺啊 我得抢头一炷香啊 很灵啊 而且大户人家出门 跟咱小门小户能一样吗 有区别 对不对 你得注意一中一表啊 干嘛呀 先洗漱干净啊 得倒是倒是 找一大铜盆 大铜盆 九十年代初吧 九十年代 家里就有那个 多功能的足疗盆 那会儿家里就多功能足疗盆 你说多趁钱 有钱先进 多功能足疗盆 听听 分区域有不同功能 中间一化开 这边是清汤 这边是麻辣 火锅啊 小伙子给撑面 海底捞来了 你这是 香花 没有吗 没有清汤麻辣 就是光是番茄 就光番茄 番茄干嘛 就是清水 就是清水 番茄干嘛 拿一大冬粉 往那一放 是 泡脚 泡脚 各位这泡脚是很养生的 是 但是注意时间 对 就超过十分钟呢 可能就对这个 末梢神经啊 不是太好 他学过这 掐着表 十分钟 把脚拿出来 拿出来 洗脸 对 您是不是洗反了 漱口 漱了 咬了是怎么着 说反了 说反了 先洗脸再洗脚 最后漱口 非得喝这水是吧 那是怎么着 得打薪水 打薪水 简单解说吧 她母亲是 梳洗大便 打扮完毕 打扮 也没有葫芦屎 梳洗打扮完毕 这就要出门的 一听说出门啊 好家伙 各位十里八尊的乡亲全来了 干嘛来呀 为什么 听说王家大美人漂亮 长得好看 但是平时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没见过 今儿出来不得看看 得看看 甭管多远来 就看老太那两步走 就跟现在那个模特走秀 太直了 我给您学一下 您学一下 我不一定像 我没有老太那个文化成本 没事大伙可以录一录 发个抖音咱可以看一看 手手是这样 随便您就学个皮毛而已 这来一小包包 有一小包 这是模特 您瞧瞧啊 我妈是母鸡啊 我妈是 我哪吃的 谁这么走道啊 干干干干 谁这么走道啊 这个 我好看嘛 我也没目睹过 老太的年轻的风采 那也不这样啊 反正就是款动金莲吧 慢慢的走 就上了车了 好看 家里那会儿 有车 是 九十年代初 万元户都少 家里两辆桑塔纳 两辆汽车 都配着司机 那是 他爸和司机坐头一辆车 他母娘和秋菊坐的二辆车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怎么还有秋菊啊 你不拴娃娃去吗 拴娃娃带秋菊干嘛 应该是秋菊是头一辆车 我爸跟我妈 二辆车坐后排啊 大人的世界你不太懂 我懂什么呀 你不太懂就不太懂 秋菊 别问了 咱们远不上了 我 哦 行 再问我也没法解释了好吗 好好好 不要再让这个问题继续了 那你说吧 哎 所有的人安排好之后 直奔京西 妙风山 嗯嗯 到了山脚底下 你母亲又有主意了 什么主意 要拜山 哎这什么意思呀 就是甭管这个尿风山多高 嗯 我从山脚一步一个头 磕在山上 真磕呀 也不能真磕 我不是 老太太生孩子 身体的受不了啊 确实 老太太说我得磕上去 哦 有人心疼 谁呀 秋菊 不是我爸心疼吗 不要再问了 一点不懂事儿 这个孩子 错了错了 非得通着家庭父老 说出你的身世秘密 真是 这孩子你看 我不问了 秋菊宰辞 行行行 不要磕上去了 最后顾那叫二人台 是不是 叫的 哎 两个小伙计 抬着你母亲 直奔山顶 蝉堂落座 你不如让秋菊 给我妈抱上去 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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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奔山顶 蝉堂落座 上去了 哎 一到这山顶 有那叫大雄宝殿呀 大雄宝殿 哎呦 各位 真漂亮 金碧辉煌 富丽堂皇 整个大雄宝殿 一关门 里边就你母亲 一个人 一个人 还有一个老和尚 嗯 门一关呢 里边还念经呢 不是 别碰我 这是念经吧 这个 没老和尚啊 必须有老和尚 别胡说八道 要了 和尚干嘛呀 和尚负责 敲庆啊 敲庆 念经啊 那你别让和尚来呀 那让谁来 让秋菊 不是 让我爸来呀 让我爸来 我爸会敲庆 行行行 让你爸来 我爸可爱敲庆的 所有的人员 安排好之后 你母亲呢 跪在老娘的面前 要祷告 祷告 怎么说的呀 老娘娘在上 在上 奴家缺门德士在下 你妈才缺德呢 奴家傻门淡士在下 你妈才傻淡呢 那你给起个名 你妈 还没说呢 你给起个名 王门某士 行 奴家 王门某士在下 没报便吧 今来妙风山 非为别事 不为别的事 是愿老娘娘赐我一死 作死来了 作死来了 她祷告很 赐我一子 一子一死干嘛呀 你不要在乎这些 我能不在乎吗 什么东西 一子 哎呀哎呀 愿老娘娘赐我一肚子子 我妈是母蛤蟆是吧 要一肚要那么些干嘛呀 就一子 就一个就够了吗 一个就够了 来个二胎更好吗 我闹腾了 祝福您呐 我谢您呐 赐我一子 一子 若得此子 我定重修庙语 再速今生 您听听 说完了给磕头 磕头 磕头之后 拿出两万块钱 那会儿两万块钱 塞的那功德香里 嘿 老和尚拿过一根 五彩的丝线 干嘛 施法念咒 开始拴娃娃 来吧 哎呦这妙里娃娃可太多了 是咯 高的矮的 黑的白的 胖的瘦的 丑的俊的 看上哪个 哪个就是你 好 找来找去 哎 嗯 老娘娘怀里抱一个 拴这个 不行 怎么呢 这叫真龙天子啊 咱家没这命 命太精彩 仰活不起 是是是 哎 地上跑一个 拴这个 不行 嗯 淘气不好仰作 呀呀呀 哎 这个房梁上一个 哎 拴这个 不行 嗯 这叫梁上君子 人品不好 最后找来找去 找去找来 嗯 一撩着供桌子 桌围子 哦 看见你了 有我 一下就摔着你了 嗯 这娃娃太好了 哎 对 哎 对 勒死我 勒死我 您轻着点 哎 你跟这个娃娃脑袋上光秃秃的 我就要这娃娃 这以后执法多方便 你继续快点 时间不多了 抱着你 就回家了 赶紧回家 走走走 各位 嗯 不服刑吗 不行 不服刑吗 不行 拴完这娃娃 嗯 没有一个月 怎么样 你母亲 有孕在身呀 这回去就就怀我了 多灵 灵 多灵 灵 老和尚多灵 对 你想等会儿 老和尚灵 老娘娘灵 老和尚那里边 那老娘娘多灵啊 许的孕 哎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王九龙是孤孤坠地 平安降生 生出来了 各位 这就是旷世的奇才 生下来就会说话 我怎么说的呀 秋菊在此 还是